不要 虽然 这些不是罕见之物 但是这也是一颗颗 我亲自为你种下的 我希望不管过了多少年 你想起这片花海 你都会想到我 我想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上 你不是孤苦无疑一个人 不管别人怎么欺负你 怎么让你能过我 我拓跋君都不会负你 我拓跋君 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微扬 这样 你能感受到我的心意吗 原来王子 你现在知道 我跟微扬的事是个误会 我也相信你之前说的那番话 都是无心之言 不如 我们一笑敏恩怨 握手言和吧 对了 有些事情我必须得跟你讲清楚 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到李长乐 杀害你母妃的证据 还微扬清白呀 王子离开大魏的时间太久 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这件事情 牵扯甚广 不能操之过急 否则只会害了微扬 希望这不是你的推托之词 如果你想坐拥其人之福 伤害微扬 我作为微扬的二弟 第一个绝不放过你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带微扬走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带微扬走 原来你们俩在这儿啊 让我们好找 好啊 钓鱼这么好玩的事 你们两个都不带我 真是太不够意思了 还是微扬好 时刻都想着我 我也觉得微扬好 小姑姑 芝儿吃错了 那我们去抓条鱼 让公主尝尝鲜 算是赔罪了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对了 因为忽视的事情 你们两个 最近应该经常见面吧 俊儿 王子可是老熟人了 你不要太欺负他了 小姑姑 公事私事怎能惠为一谈 本王也是公私分明的人 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 可不许说这些扫兴的事 这样吧 九公主 你和二弟一块儿去钓鱼 我呢 和殿下去看看附近 有没有好吃的果子 走吧 走了 卫阳 卫阳 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你呢 就好好去钓鱼 二弟 记得照顾好公主啊 我 我 李 卫阳 你刚才是给我小姑姑 和李敏德制造机会啊 你是说我小姑姑 跟李敏德 真是个呆子 你才看出来啊 公主啊 她很喜欢二弟的 那李敏德也喜欢小姑姑 你确定 当然了 九公主可爱又善良 二弟也很喜欢她 她呀 就是死要面子 只要多给她一点机会 我相信 她俩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还好你不是时时刻刻 都那么聪明 走 不对啊 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 果园不是在那儿吗 没走错 我知道最近因为李长茹的事 让你心里很不痛快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礼物 跟我来 好漂亮的花啊 喜欢吗薇扬 好多好美啊 我当然喜欢了 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花 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多 这些花都是我亲手种的 这么多花 都是你亲手种的吗 你骗我 骗你干吗 怪我 相吐 你骗我 你帮你 只要我 看我 这些花 你不如你 咱们 没关系 今天 因为我尖要了 这不让你 你醒过 我 我亲自为你种下来 我希望不管过了多少年 你想起这片花海 你都会想到我 我想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上 你不是孤苦无疑一个人 不管别人怎么欺负你 怎么让你能过我 我拓跋君都不会负你 我拓跋君 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雷扬 这样 你能感受到我的心意吗 在这个世界上 拓跋君 是最爱我的人 经历种种 我们早已两情相知 又岂须多严 我拓跋君 生平能遇此之际 夫妇何求 公主是生火还是鲨鱼啊 鲨鲨鱼 好绚信啊 你你你你不要过来啊 你怎么害怕呀你 谁说我怕了 君子远刨除 本公主 我当然选择生火了 那好吧 那我就为公主 做回小人喽 李敏德 来啊 要我五花呀 来啊你 怎么了 眼睛惊灰了 我看看 你别揉别揉 别动啊 好点了吗 你说你呀 生火都不会生 那天你说 如果父皇执意让我和亲 你就带我走 是不是真的啊 别闹了 要是父皇排兵捉拿你 你怕不怕 问你话呢 你怕不怕 你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啊 烦不烦啊 你是不是反悔了 我就知道 你才不会带我走呢 你怕不怕 是 生气了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带上你走的 就算皇上 请天下之兵来捉拿我 我也一样带你走 怎么这么肉麻呀 你说你 鲨鱼也不会杀 生火也不会生 你还能做什么呀 这生火呀 就应该这样 先把这个木棍架起来 架好之后呢 再把书页放下去 这样吹 才不会灭 看你这不会灭 你干什么呀你 灵灵灵 你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你 你 太动了 我让你笑啊 站住 站住